球隊首尼的球員周四起 就在今天的正式就會引退了 所以可以看到剛剛他們其實也都上場來練習 不過今天就要正式會比他長達20年的球場 其實心裡面還是有一些感觸的 甚至在剛剛受訪的時候 也預告說今天肯定還是會累撒球場 至於針對這最後一場比賽他的心情如何 讓我們聽一下蕭草訪問 打出一隻漂亮的安打之類的 就往好的方面想 我是這樣想 然後下來跟大家揮揮手說再見 然後準備引退儀式這樣 對 其實我已經很滿足了 那這些今天的打擊對我來講 就是好上加好 如果有的話是更好 對啊 得知我信 對啊 我覺得是這樣子 那其他的我 我已經很滿足了 所以這些事情 有誰可以讓五月天當背景 你剛才指上應該只有我一個吧 好可以聽到 所以其實對於這最後一場比賽 還是有一點點感想 但他說這個淚水 絕對是快樂的淚水 而至於這次就退休之後 有什麼樣子的規劃 他是先宣傳了自己的書 說自己又寫一本書了 而且從今天就可以開始來購買來預購 另外他也提到 有可能會在明年的時候 也會參加所謂的這個試狀育 所以也讓球迷是非常期待 希望可以在不同的場合 還可以看到我們的周董 再度的上場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